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理苦 大家好 这里是禅宇 禅宇伴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当时北京建鸟巢时 有一处景点在规划中 是必须猜除的 可是由于当时各种说不出来的原因 不得不保留 连举国重视的奥运会 也只能被迫改变 让它保留 可就是到了今天 依然成为了奥林匹克公园内的 名列在册的重要浏览项目了 成了奥林匹克公园的一个标志 这是一个多么强大的钉子户啊 它到底是谁呢 它就是北鼎娘娘庙 北鼎娘娘庙位于朝阳区 大屯北鼎村 北林水立方 东林鸟巢 是规划之中 必须拆除的破落户 据知情者透露 在鸟巢最初的设计中 它四周的建筑物 必须全部拆迁搬离 用现代化的建筑取代 这个现今仅存山门 前殿的娘娘庙 要说来历 却不简单 乃是北京最著名的 五座泰山神庙之一 明代皇家射箭的庙宇 曾在清乾隆年间整修 但在1976年 后殿因地震坍塌 后被翻盖为北鼎小学校 不管怎样 这里好歹也是娘娘的 一处居身之地 2004年8月27日下午三点 当然 未经娘娘点头 几个工人就被派去 执行拆迁任务 结果刚拆了庙门 突然昏天黑地 一阵大风就开始狂刮 这一刮不要紧 不仅平地刮起了龙卷风 也刮出了个 史上真正第一钉子户的英明 8月27日15时10分左右 北京朝阳区 蛙里乡地区 突然出现了强对流天气 形成强烈局地旋风 将国家游泳中心 工地三栋临时设施 卷起摧毁 造成44人受伤 其中两人重伤 据了解 国家旅游中心施工现场的展设 是抗七级风力设计的 这场突发局地旋风 持续了20分钟左右 《新京报》当时曾报道 昨天下午 一阵墙旋风突袭 正在建设中的水立方工地 致使两个检疫房 坍塌 43名建筑工人受伤 看看娘娘是怎么发怒的吧 报道说 一股旋风的黑色风柱 在半空中席卷了整个 水立方济国家旅游中心工地 风柱有7、8米高 3、4米粗 旋风卷着黄沙 将土地围栏的铁皮 卷起十几米高 狂拒把刚刚建好的 抗七级风力的临时建筑物 几乎全部摧毁 整个建设工地 已为平地 现场陷入瘫痪状态 44名工人受伤 两人死亡 但是更神奇的事发生了 这两人之后 竟奇迹般复活了 紧急救援 两人死亡后 奇迹复活 事故发生后 120 999急救中心的 31辆救护车 先后赶到了现场 将43名伤员送到医院 副市长刘敬民 与北京市卫生局长 赶赴现场指挥 并到306医院看望伤者 其中 两名已被宣布死亡的伤者 在抢救中 竟恢复了心跳 据999急救中心 副院长郭肃清介绍 他们于昨天下午 3024分接到报警 组织了24辆急救车 赶往现场 不到10分钟 就到了现场 那时 就看到几十名伤员 倒在工地上 还有的伤者 被抬到了门板上 郭肃清说 其中有两名重伤者 呼吸停止 心电图成一条直线 当时已被宣布过死亡 但医生们没有放弃 在急救车上就开始全力抢救 直到返回医院 继续由专人不停歇地抢救 最后 这两人突然恢复了心跳 昨天下午午时许 在999急救中心急诊科 众多受伤工人 或躺或坐 等着接受治疗 那两个复活者 正在接受抢救 不时还有伤员 被急救车送来 其他轻伤员 等在一旁接受治疗 郭肃清副院长说 他们将31名伤者 拉回急救中心 为抢救众多受伤工人 院内85名职工 几乎全体总动员 另据120急救中心人员介绍 该中心共调度了 亚运村、北院、东城 和急救中心四个分站的 医护人员力量 派出七辆救护车 前往救援 一名医生说 他们在现场还包扎 处理了四名伤者 因伤势较轻 没有送往医院 所有的伤者伤势 表现主要是骨折 当时现场拍摄的录像 重现大风 狂扫的惊险过程 铁皮像纸片一样 被封柱卷到高空 在水立方上空旋转 几十米高的不锈钢 旗杆折断 一栋办公楼也被封刮得 整体倾斜 铁架倒下 砸在楼下的十多辆汽车上 还将一座工人宿舍 整个卷了起来 又摔到地上 一位平地 另有一栋办公楼的 整个房顶被刮走 据说 这股旋风在工地的 工棚停滞旋转 二十分钟左右 伤者回忆 房顶铺天盖地的就下来了 昨天下午五十三十分 在999急救中心急诊科 伤员黄树斌说 当时房顶铺天盖地就下来了 他主要是被砸中了头部 最后是自己爬出来的 现在还感觉头痛 头晕 目前正在检查中 据龚举飞和另一名商者 陈建荣介绍 大约下午三点左右 一阵旋风从工地 对面的足球场刮过来 高约七八米 粗大约三四米 把围栏的铁皮都卷了起来 从东北到西南方向 狂刮过来 并且越刮越大 铁皮被卷起最高时 都有十几米 龚举飞说 当时现场的工人看到后 都赶忙向旁边的活动房里跑 本来是想躲到里面就没事了 没想到 眼看着旋风刮到了 我们躲藏的房子 哗啦一下就倒了 幸亏我当时在窗户旁边 龚举飞指着头上的血迹和伤痕说 房子倒塌后 我正好待在窗子下的一个空隙里 只是被飞过来的玻璃扎伤了 其他人暂时还没事 最后是自己跑出来的 昨晚七时左右 现场的清理工作接近尾声 一名自称是死里逃生的中年男子 在门口向保安回忆说 房子倒塌的那前一刻 他们都预感到房子快要倒塌了 于是先躲到了床下 还有一些人躲在了桌子下面 大风在围着房子旋转了几圈后停止 我感觉是房子四周的围墙先坍塌 最后顶层的建筑材料才压了下来 约有四五十人埋在了里面 但大部分人都能自己爬出来 工地的一名监理称 每个工棚价值约几十万 这次共损失至少约一百万元 陈卷风袭来 工地检疫房的房顶铁皮被刮到了一百多米远的树上 据气象专家称 这场百年不遇的突然刮起的圆柱形怪风为陈卷风 但在北京的气象资料中 没有过陈卷风的记载 就是说 没人知道这风是怎么来的 后来 专家告诉大家说 这是陆地上罕见的陈卷风 数百年也未必出现一次 但是 娘娘一怒 某些部门确实被镇住了 面对陈卷风袭来 区内却完好无损 毫发未伤的北顶娘娘庙 所有人都开始犯嘀咕 有许多工人怕真的冒犯了神仙 赶紧离开了水立方不干了 第二天 一个更离奇的消息 从水立方传来 在水立方的施工现场 挖掘到了一个巨大的洞 几名工人好奇地 稍稍往里面探了探 发现里面竟然全是蛇 施工立即停止 就在停工的这一天 鸟巢和水立方晚上 发生了不明原因的停电 大家在停电时 眺望远方时 发现北顶娘娘庙那里 灯火通明 就如同是有万盏电灯那样 但在那儿根本就没有电灯 当时大家也慌了 真是要把娘娘的家给硬拆了 将来鸟巢水立方盖好了 被娘娘发怒一块掀 这事可就大了 于是决定保留这座具有文物价值的 明朝娘娘庙 并拨款重新修复 就是说这在猜迁史上 首次告饶 真是创上了神明了 知道厉害了 我们今天看到了 这两座体育场 并不是在最初决定的地方 而是在冥冥中的指示下 为了保护这座建筑 最终决定把水立方的建造地点 整体向北移了100米 虽然耗费了不少财力物力 但是最后的施工十分顺利 而且也保护下来了 这座数百年历史的古建筑 看了北顶娘娘庙的事迹 我们不得不感叹 举头三尺真的有神明 人在做天在看 那么关于北顶娘娘庙事件 你们还知道些什么 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留言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